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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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開市錦浪環之家 在我身邊的嘉賓 邀才精犬市務總監 郭師志郭Sir 先跟大家回顧上星期美股表現 美股方面做好 三大指數都升1%或是流上 美國上個月的飛龍業職位 增加16.5萬個 多過市場預期 3月份的新增飛龍職位 亦向上修訂到13.8萬個 4月份的失業率跌到7.5% 強勁的就業數據 舒緩了投資者對經濟放緩的憂慮 美股受到支持 杜瓊斯指數收市佈14,973點 升了142點 創了收市新高 5最高升到15,009點 納斯特克指數佈3378點 標準普現500指數 佈1614點 升16點 在創收市新高 見到歐洲股市方面做好 倫敦富士100指數升60點 收布6521點 法蘭克福德斯指數升160點 法尼克指數升54點 收布3912點 國際油價上升 美國就業數據強勁 投資者相信美國經濟前景改善 將會增加原油需求 紐約6月期由收市佈每桶 95.61美元 升了1.62美元 創了一個月的新高 倫敦布蘭特期由收市佈每桶 104.19美元 升了1.34美元 外圍金價回吐 全球最大的黃金上市交易所基金 Spider Gold Trust 持續減持黃金 減到1069.22噸 是09年9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紐約6月期 金收市佈每盎司1463.9美元 跌了3.7美元 現貨金在1470美元附近水平復回 相片看了上個交易日 美股和歐洲股市做好 最主要有強勁的作業數據大動下 美股又再創新市高 數據持續好 主要會否繼續推高美股表現 其實是會的 第一就是連主局到現在為止 每個月向市場注資850億美元 直到現在這分鐘 繼續做兩化寬鬆貨幣第三期行動 流動性不斷地充裕 加上看經濟的數據 其實美國經濟應該不斷地逐步復甦 當然早前來說 兩化寬鬆貨幣一期或者二期的時間 很多人都認為 你這樣訂錢的話 將來通脹就惡得很厲害 但實際現在通脹其實不太明顯 最重要當然是房價 如果美國的房價能夠慢慢慢慢逐步升溫 這個是有利於消費的 其實美國經濟很大程度上 真的要靠內部的消費去大動 GDP當中接近70甚至75% 是來自內部的消費 一年的GDP是14萬億美元 可想而知 如果資產價格穩定 國民恢復消費的信心的話 對經濟增長的確帶來很大的動力 到現在這一刻 美股已經差不多由兩個主要的因素去拉動 第一當然是經濟的因素 其實經濟的數據顯示得到 在寬鬆貨幣政策之下 加上超低的利率 其實是有助投資市場的發展 也有助於刺激新一輪的投資 在數據拉動之下 美股本身已經是具備上升的條件 加上流動的貨幣只會越來越充裕 投資市場一定會反映這方面有利的因素 你看走勢已經知道 由去年11月16日的低位12471點開始 其實這一輪中期的升浪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為止 仍然處於一個欲霸不能之中 我畫了一條上升通道 相對A股仍然走在下降通道裏面 美股一直在上升通道裏面走 浪接浪而上 一萬五千零一十點 是近期浪的高位 也是歷史的高位 但由於導致收市的時間 也是咬著高台 換句話來說 技術上仍然有條件 進一步向上走 一萬五、一萬五千一、一萬五千二 到底升到何時才夠呢 開始有人問到這件事 但我自己覺得 在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仍然推動之下 根本上整個美股 就處於肉霸不能 大家如果用一個歷史角度去看的話 你會發覺到 以往美股的上升 當然是企業盈利大動 經濟的數據 顯示到經濟的動力 仍然處於擴張之中 等等等等 已經可以支持到美股 是一步一步向上走的了 但現在 講回美國以前來說 哪有一期二期三期的量化貨幣政策 是否沒有 但現在有 是每個月 現在三期當中 是說八百五十億 不斷地扔 總之你經濟不好 就扔到你好為止 這些措施 最終一定會刺激資產價格 其實當地的樓市 已經是逐步逐步升溫 股市的上升 亦都有一個很龐大的財富效應 你不用多說 六千四百六十九點 是金融海嘯之後的高位 那些我不要說了 你就說在中段 開捕到現在為止 那個 在股票市場製造出來的財富效應 是很厲害很厲害的 政府又不斷地扔錢 換句話來說 現在美國的股市 根本沒有太多藉口的回調 當然是 升得多於技術上的回套 但你看看 這三兩個月的走勢 導致一直咬著高台 在14400左右 曾經整固一段時期 當時亦都有些少許技術上的回套 但始終低位追沽的情況 不太明顯 嚴格來說 這條上升通道 一路仍然是沒有受到考驗的話 美股的勢頭仍然繼續向上推 如果你說升得多 可能會有些回套 其實這是很正常 最終來說 都要看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看往後的經濟數據 其實包括就業人數 或者失業人數的下滑 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也開始放慢了 資產價格又上升 總的來說 最終這些利好的優勢 是會反映在消費市場 有消費 美國的GDP就會增長 雖然增長的勢頭 是比一般經濟學家的預期為少 但不要緊 你有增長就可以了 是太過厲害了 尤其是房價那邊 是升得太過緊要 一旦泡沫穿崩的時候 後遺症真的大家都見過了 但現在這一分鐘的樓市的上升 和以往有一點很大的不同 就是過往 純粹是一些投機炒賣 這一分鐘不敢說沒有投機 但加上聯儲局的不斷的寬鬆貨幣政策 不斷地訂錢出來 其實是可以令到資產價格持續 還是趨向於穩定 甚至乎逐步升溫 總的來說 條件是有來美股進一步向上走 15000點應該不是高位 往後就是矮仔上樓梯 逐級逐級上 期間一定會有回途 但現在美股勢頭的上升 是基建於兩個因素 第一就是經濟逐漸走出谷底 而且處於一個擴張和增長的勢頭之中 第二就是聯儲局的貨幣政策 超低的利率也一直維持下去 有些人說到今年年底 可能貨幣政策會有所改變 包括息率開始上升 但也有些人看法 可能要去到15年中打喉 才有機會改變貨幣政策 我就覺得不應該這麼快 因為現在經濟的勢頭才慢慢回暖 如果任何行動被市場解讀為政府的退市 都會有一個反效果 當然知道任何措施的變動 都會對美股造成一定的困擾 不過一天相關的措施 相關的退市行動暫時未出現之前 美股仍然會繼續向上推 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有少少不穩的話 可能資金又會再走回到美債 始終來說 好的環境的時間 當然是美股最好 不用說 但不好的環境 或者我以為有什麼因素 不是那麼明朗的時間 資金在避險 避險之下 龐大的資金流 又會流入到美債 換句話來說 不論好和不好 美股也是好 明白到這一點 也可以清楚得到 為什麼港股一直處於低迷 環球股市 有些已經走出谷底 不用說 歐洲就算有歐債危機 都已經慢慢慢慢逐步升溫了 但唯獨是亞洲區 始終來說 比較令人失望 當然日本那邊 兩化貨幣政策 日本股市已經出現了 這幾年來行見的上升 但香港的市況 似乎一路受到A股的所影響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仍然處於一個反覆不明之中 雖然近期港股的勢頭已經升不少 但技術上來說 成交金額真的少 待會詳細情況再和大家談 今天港股做好 現在恆指升243點 報22933點 其指方面升283點 低水103點 國企指數升145點 暫時報10990點 恆指和國企指數都升超過1% 剛才國水提到 雖然有升市 但成交不配合得乾升的情況 美股數據做好 會否帶動投資者 有信心去買貨幣 我想信心應該慢慢可以恢復 但如果你看成交金額 我一樣東西都想質疑 由4月18日低位的 21423點上升 都只是一個反彈市 這是肯定的 但由於恆指已經升過10天 20天、50天、甚至100天線 即是理論上 應該定位為一個小型升浪的開始 不過這樣 一個小型升浪的開始 不可能沒有成交金額支持 你看看現在港股的走勢 沒錯 指數是不斷向上攀升 但成交範圍一直都是放慢 換句話來說 屬於一個技術上的剛升 通常沒有成交金額支持的升市 或多或少都會漸漸受到規限 但無論如何 這一分鐘指數的確是繼續向上下 看回5月份的市 暫時來說 連今天都只有三個交易天 今個月的低位就是 2號的22,552點 高位就是現在這一分鐘 換句話來說 是屬於一個先低而後高的格局 只要不低於22,552點 更加高的指數 理論上仍在後面 但是在2萬多點 或者2萬2千5點 正在阻止推上去 你如果沒有成交金額支持 一尾這樣 折下高一點 折下高一點 其實是有一個風險在 一旦大市稍微有少少沽壓 再走出來的時間 可能調整的幅度也會比較明顯 不過一日指數仍然走在50天線流通 就代表整個中期的走勢 有條件繼續向上望 再拉窄一點 如果它是回到100天線流上 不再跌穿的話 那就繼續向上望 短期來說 有少少的上網阻力 事實上來說 我自己覺得 現在所欠的是成交金額 如果撇除成交金額 不要說 現在這一分鐘的指數 要進一步向上望 應該就是3月份的高位 23,262 這是第一站的 在這裡 23,262 過得到的 就是矮仔上樓梯 23,400多 再向上走的話 就是2月份的高位 23,944 其實在這個升浪當中 由於指數一直站在50天線 已經超過5天到6天 即是說 這個所謂技術上的反彈 可能漸漸發展成為 新一輪的小型升浪 這個所謂的小型升浪 暫時來說 目標就是23,944點 美中不足的 剛才我提到 成交金額就比較棄素 順帶一提 23,000和23,100 23,200左右 這裏都有2,000多張 接近3,000張的一個紅證 換句話來說 大市反彈了這麼多 有部份市場人士 認為市場應該有一個技術上的回套 但很多時候 股市永遠都是要反思維 就等於市場一路跌的時間 跌得很深 應該技術上有反彈 開始有些人集合資金買牛證 結果最後怎樣 市場一路一路拖牛 反過來來說 當市場慢慢慢慢回升的時間 高台上也有些資金 開始部署做一些淡倉 所謂建立一些紅證 但很多時候發覺到 市是朝著紅證的回收區 逐步逐步推進的 市場往往都是這樣的 大部份人看跌的時間 市場上升 反過來大部份資金 如果做好的時間 市場反而是反覆回軟的 這些市場我們見得太多了 大家要留意 23,100左右 其實有不少控證 會不會進步向上推 以現在22,900點左右的水平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不過即使是這樣 我仍然維持我的看法 市場是沒錯 已經漸漸擺脫了 早前的中期調整形態 直到現在這分鐘 成交金額仍然是棄疏 沒有成交金額支持的升市 其實第一 就不可能維持得太久 第二 始終會受限制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 再看看 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 是不會黏在兩個 或者三個交易天之內 既然2日是今個月的低位 暫時來說 理論上在先低後高的形態主導下 更加高的指數應該還在後面 但是這個走勢 欠缺成交金額支持 所以升勢可能 稍後會漸漸受到規限 如果錯失了22,000點以下 去買貨的話 現在這分鐘好不要追下去 我的看法就是兩看 當然我不覺得市會會大跌 但是最低限度 你早不買前不買 大市已經反彈了1,500多點 你才追下去 後面那一段 如果真的進一步向上推 力度也是很有限的 如果你現在市有700億 750億 800億成交金額 不要緊的 追下去 因為這個是中期升浪的開始 但實際現在不是的 你看看上個星期 除了星期一四百多億之外 其餘幾個交易天 全部都500億成交金額 這樣的動力 其實今上不足以支持的市 是爆發新的升浪 我們還要面對A股的不明浪 雖然A股近期來說 已經漸漸由2161點 開始慢慢走回到2200點 但是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A股 我說上證指數 仍然走在下降通道裏面 一日未解決這樣的困局 老老實實 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 都始終是沒有大升的 還有五月份內地股市 有很多解禁股出來 到底對五月份的A股 有甚麼影響 現在這一分鐘都是不明浪 總的來說 港股面對美股的創新高 應該受惠 但受到A股所困擾 暫時來說 步伐相信都會比較反覆 謝謝郭Sir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請問郭Sir 剛才所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自己哪隻持有 沒有的 謝謝 稍後回來 就是卵政安拉環節 家庭觀眾千萬不要走開 將會有相關的發行商 和大家上來 看看最新的資金流情況 稍後回來再見 再見 再見 好